好 昨天晚上大家都很高兴 不过基隆这个小角落呢 活腰味十足 这是一位这个装潢承包商 那么他接了工程 他拿自己的低收入户的这个款项呢 来代电 还向朋友借钱来赶工 但是没想到屋主只愿意付一半的钱 现在呢 钱逃不回来 他还盗庆了工程款 他身为单亲爸爸没办法 就在昨天晚上的跨年夜 他硬着头皮还带着三个孩子 到屋主家去讨债 没想到对方非常火爆 拿着刀子追下楼 白内衣黑背心的男子 不断想往前冲 被家人制止往后推 原本拿在手上 准备要丢出去杂人的砖块 也就随手甩在路边 因为到垃圾时间 遭装潢承包商 拿大身工追讨快七十万的工程款 不堪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竟然拿刀追下楼 把邻居给吓坏了 他好像有拿红砖头 然后有拿刀子 他妈妈跟我接洽的第一张估价单 跟第三张估价单 就全部一概一概的否认掉 50岁的装潢承包商 12年前处了越南籍太太 生了三个儿子 但太太六年前离家 她就独立抚养孩子 为了让小孩好过年 接了工程 除了低收入补助 先拿去带电 还向朋友借钱赶工 找来15名工人 加班做了账名 水电管线等等 两个半月来 总共69万的工程款 屋主只认了一半 让装潢承包商 欲苦累 吃饭是有问题的 这次真的是 硬撑着把这个工程 来赶好 为了就是也是 怕说冬天到了 买些衣服给小朋友穿 就是因为要停车 然后把它移到旁边了 然后就被手 那天晚上就请我 真的这样冲撞 警方表示 遭指控的诚信男子反驳 有付了三十几万 给承包商 并非没有给钱 但25坪的房子 不止墙壁往外推 到将近29坪 格局也打掉重装潢 怎么可能 只要三十几万 有想推卸的嫌疑 目前警方已经受理 承包商提告诈欺 将会居中协调 平息争议 记者李政华 黄佩华新北市报道